红吸现象在生活中的应用 红吸现象的应用 只要有一条长长的水管 就可以将容器内的水吸出来 也可以不必动用抽水机 就将高处的积水轻而易举地抽干 解决生活中的很多问题 如果在没有加油站的地方 汽车的油用完了 必须向别部车子要油 这时就可以利用红吸现象来取油 当然必须在管内先灌满油 或者小心地用嘴巴吸 现在因为加油站零力 这种画面已经很少见了 因为经过改良 已经用吸油管代替嘴巴吸取空气 将吸油管先吸进一些汽油 再把另一端开口放进容器中 就可以持续将汽油抽出来了